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特是一个超级网球迷 他有更多的理由参加西南伦敦网球锦标赛 凯特王菲 真的一个忠实的网球迷 经常向安迪木雷表示支持 甚至看过他在男子决赛中的表现 然而 在周日晚上宣布 这位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 已经退出了比赛 他说 在他从髋关节手术中复出后 他太快打了五场比赛 安迪在2013年和2016年赢得温布尔登冠军 在阴商停赛将近一年之后 他在上个月参加了女王杯的比赛 这位31岁的运动员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 宣布今年将退出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我们已经决定 在恢复过程中打五局两胜的比赛 可能有点为时过早 我将从明天开始在应地场上训练 继续我的康复和恢复 我期待着美国应地场赛季 去年 凯特作为全英草地网球和锤球俱乐部的赞助人首次访问温布尔登 这是他在2016年从女王手中接过的赞助费 这位36岁的老将 是温网皇家包厢的常客 他通常会参加至少一天的夏季锦标赛 与威连王子一起 他经常是男子单打决赛的贵宾 毫无疑问 他将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支持他的家族朋友罗杰贝德勒 这位36岁的球员 甚至是凯特妹妹皮帕米德尔顿 2017年5月婚礼的嘉宾 凯特曾透露 他的母亲卡罗尔米德尔顿 暗恋网球明星罗杰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苏巴克 我们去年的温波尔登中 公开了他对网球的热爱 我看过温网 那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这是英格兰夏季的精华部分 我认为这真的激励了年轻人 我自己 也激励了我 当我还小的时候 让我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他也没有改变 我认为这就是如此美妙 他说 罗杰费德勒是我母亲的万人迷 我想他不会介意我这么说的 我想他可能也知道 2013年 凯特在怀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 被迫错过男子单打决赛 他问医生是否可以去 但医生说绝对不行 我怀上了乔治 所以我没能来 凯特说 我后来给安迪木雷写了一封信 说很抱歉 我没有去那里 但是恭喜